为推广减费循环利用的观念 台东县环保局20号要在铁花人行步道二手市级涉滩 推出二手就医工艺商店 民众只需要捐赠一张未开奖的发票 就可以在现场兑换二手衣物 而木得的发票也要捐作慈善基金会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为推广减费循环利用观念 台东县环保局20号将在铁花人行步道的二手市级涉滩 推出二手就医工艺商店 民众只需要捐赠一张未开奖的发票 即可现场兑换二手衣物 而木得的发票将全数捐赠给慈善基金会 台湾县环表示 废弃物减量以及循环再利用 都是对环境友善的行为 透过民众来捐赠发票来兑换二手衣物的活动 除了可以帮助工艺团体募集发票 还可以减少购买行为 让二手物资能够重复再利用 减少废弃物产生以及能源的浪费 让环境更加永续 而二手就医工艺商店时间为 20号下午4点半到9点半 在铁花村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到现场挖宝 又可以做环保 介绍而如台东市报道